对老婆的通行招数未免 也太陈旧了吧 能不能换点新招啊 误会了 误会了 妞儿 前阵子我爸我妈那样 你也看见了 我这么做 那不是看在我爸我妈的份上吗 这件事情我是怎么想的 我早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了 咱俩就出个五千一万的 你说是要帮你爸你妈出了一万 我就不说什么了 你一下背着我拿出来十三万 你还跟我这儿说你是透明的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怎么觉得我才是透明的呀 不是 是 是 我错了 所以说是我错了 得罪了 得罪了 说 你跟人家借钱 为什么不事先跟我商量 我 我跟你商量 我还敢去借吗 我是你什么人呢 摆设 玩意儿 不是 不是 你是我的鸟领导 这不事都赶一块了 事赶到一块了 那你借钱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你到时候怎么还呢 这个家是咱俩共同建立起来的 你背了债就是我背了债 万一你弟弟拿了钱 直接去了澳大利亚 然后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返了 那这钱是不是还得你还呢 你怎么还 皆一缩时啊 拆东墙补西墙 那接下来咱俩还能过什么样的日子啊 我的错 全是我的错 十三万 你拿出来一万 还有十二万 哪儿来的 刘也借了我两万 还有十万 是我跟江江借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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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既然现在钱已经拿回来了 那你现在当着我的面给他们打电话 当面道谢 然后约好见面还钱的时间和地点 我看着你还 你 你这 有点太为难我了 你背着我出去借钱你错了没 对啊 那你现在当着我的面去还钱 怎么不对了 我为难你什么了 我一个大男人 我开口向他们借钱已经够丢人了 我这还得在你的监督之下去还钱 这你说以后要江湖上传开了 那 那不更在什么了吗 那你多少得给我留点面子吧 行 我给你留面子 你先答应我几件事 你不用说我都答应 我还没说呢 你敢答应啊 所有事情必须事先请示鸟领导 绝对不准擅自做主 所有事情必须按鸟领导的决定执行 绝对不准怎么样 所有事情必须让鸟领导及时斩获 绝对不准丝毫隐漫 好啊 你心里清清楚楚 一开口头头是道 可你做出来的事情却口是心非 看来你是诚心的 不是 不是 鸟领导 我这 我这不是诚心诚意地 主动跟你认错了吗 你就原谅我这回吧 我下回再也不敢了 我真的没有下回来 我求你了 行 我告诉你 这笔债我一分钟都不想背了 你给我还债去 现在就去 遵命 我现在就去 走吧 走 走 ną 喵 喵 喵 什么事 这是五万 你点一下 不用了 那么快就报个事 这钱人家没用上了 所有也赶紧还给你了 要不然我们家鸟又得跟我鸡了 借钱这事没跟你家鸟说 我哪敢 可他现在已经知道了 要不然这么晚我也不会麻烦你 说这话干吗 咱俩谁跟谁 有件事你可得帮帮我 说 万一如果哪天鸟要问你这件事 你可得替我撒个谎 就说我跟你借的是十万 还的也是十万 明白了 你是跟某个人借了五万块钱 还不能让你们家鸟知道那位是谁吧 没错 叶小宇 你没干什么对不起你们家鸟的事吧 天地良心绝对没有 我要不是为了帮我爸 我不会跟哥们借钱 可是我们家鸟对这件事根本就不同意 而且对借我钱这位一直都特在意 我知道你说这位是谁了 我帮你躺一下没问题 可你那位朋友也得叮嘱一下 要不然早晚都是事 再找机会吧 反正先把眼前这关过去再说 不容易啊哥们 从上大学那时候认识你开始 在我印象中你那嘴角就一直往上翘着 一副乐天派的样子 今儿这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我还真头一回见呢 就快回到原来的样子 快了 谢谢了 我是帮了你一忙 可你知道我现在这儿什么情况吗 什么情况 就这个 回去我得立马交给我们家掌柜的 哥的小金库 已经被彻底读毁了 你前脚出了鸟巢 你们家罗青鸟就给西渔打一电话 说你从我这儿借两万块钱 你想想这后果得多严重 那就完了 我们家鸟这招也太损了 这太好缺乏思想准备了 错 你要做好的思想准备 远远不在这儿 我今儿叫你来 就想严重地提醒你 哥哥我已经暴露了 不过好在 我这金额不大 情节不算太严重 细雨那儿应该能对付 毕竟我经营这么多年了 应该不至于造成什么 毁灭性的结果 可你那定时炸弹 还那儿埋着呢 你得加倍消息 要让鸟知道 我跟萌萌那儿也借了五万 太可怕了 那这事儿 你准备怎么解决 要不这么着 我现在约一下萌萌 你给我做个见证 你没事吧你 在罗青鸟眼里 你我就是一丘之鹤 我说的话 她能信吗 我还有个妹妹 我现在就给小霞打电话 你怎么想的呢 雪浓于水 她是你亲妹妹 她说的话 那能管用吗 那照你这么说 哥们现在走投无路了 萌萌 你现在是不能见了 但是 钱得还给她 而且得马上还 要不然 你得落下块心病 你有她账号吗 她在我这儿留过一张卡 密码呢 我知道 那这就行了 去贵源机 把钱存进去 然后把卡快递给她 那就怎么着 没工夫喝酒了 现在就去 赶紧啊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快递啊 明儿上班在公司叫快递 不保险吧 再弄丢了 什么意思啊 你又要折腾我啊 那可不得麻烦一下你吗 这样 我现在就跟萌萌联系 你帮我跑一下 行行行行行 我帮人帮到家 你也甭给她打电话了 把号码给我 我跟她联系 这样万无一失 要不怎么你是我哥们呢 号码我发早信给你 赶紧行动 好 报告鸟领导 你老公腿也跑戏了 还债完毕 特向鸟领导汇报 怎么了宝贝 又不说话 我怎么又变成透明的了 宝贝 你是不是还没有原谅我 你干嘛去啊 不用你发话 我主动睡沙发 何必让你碾我呢 我碾你了吗 你如果想睡沙发 因为只能说明你自个儿乐意啊 我主动认识错误 在鸟领导 没有彻底原谅我之前 我不再惹鸟领导不高兴 不在鸟领导面前再出现了 一面碍眼 在鸟领导没有召唤我之前 我主动消失 我真走了 走啊 你以为我给你吵完架以后 还喜欢跟你通唱异梦啊 你干嘛 我得盖被子呀 那我盖什么 那不柜子里给你拿张新被子 你想得美 那怎么办呀 我不盖被子 我要照亮生病怎么办 没人照顾你 我跟谁也没法交代呀 你还有事情没交代 我还有事情没交代 我已经跟细雨打过电话了 鸟领导 那些个次要的细节问题 就容我慢慢交代吧 你这个制造麻烦的天才 好嘞宝贝 这么说你现在原谅你这个 好心好意足好事 却总在鸟领导面前惹 鸟领导不高兴 但其实心里面非常非常 爱鸟领导的糊涂老公啊 你臭皮 你洗了吗你 脏手脏脚的 又抱我的枕头又摸我的被子 我现在就去洗 讨厌 第几种解释 喂 你好 是我 打你办公室的电话 不会给你惹什么麻烦吧 不会不会 有事吗 刘爷已经把卡给我了 告诉你一声 谢谢啊 不用谢 不是帮你爸你妈妈 那是我最愿意做的事 现在我公司里有点事 你得帮帮我的忙 没问题啊 你帮了我那么多忙 也该轮到我帮帮你了 你说 你什么时候去上网球课啊 见了面 我把材料交给你 那就明天吧 我明天去 好 再见 再见 喂 你 赵总 好 我马上过来 进 赵总 有 小鱼 来 坐 来 坐 咱们跟方总的合作非常成功 最成功的 是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方总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宣传 已经有几家客户 慕名而来 你跟那个方总 到底是什么交情 我跟她 其实也没什么交情 我们之前并不认识 是通过合作才成为朋友的 既然是朋友 自然是愿意 多帮帮咱们的 那个方总啊 能量很大 忽悠的 连咱们总部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是吗 可是 我以前是怎么干的 我跟他们合作的时候 还是怎么干的 你就别谦虚了 你现在还是三合一男士啊 二合一了 还剩下房贷 车贷 人债已经基本还清 谢谢您 这是你干出来的 要谢 谢你自己 小鱼啊 总部一直想在咱们公司提拔一个业务副总 委托我来找你谈谈 你明白总部的意思了吧 我啊 对 祝贺你 不是 那什么 我干不了那事吧 来 坐坐坐 听你这话的意思 好像让你抢银行似的 这是好事啊 是 我知道 那要不还是 再干一段时间再说 这个职务并不影响你的专业 该做的项目 依然由你牵头来做 只不过想让你为公司多负一些责任 收入上自然也会比现在好得多 也许你这个二合一男士 很快就会变成一身亲男士了 为了早日成为一身亲男士 那去干吧 好 谢谢赵总 祝贺你 来 进来 包吴 坐吧 你也坐 咱们两个有多长时间 没有这样坐在一起了 想不起来 知道你记得了 我就没记 我想问你一句话 希望你 希望我如实招来 前段时间 咱俩总是吵吵闹闹的 你想过分手吗 想过 现在还想吗 不想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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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知道为什么吗 你介绍叶晓鱼来公司合作项目以后 我们俩很谈得来 她给我提了个醒 她给你提醒 她提醒你什么了 我跟她说 我原来叫方兴 认识你以后 才改成现在的名字的 她说 这就说明咱们是分不开的 您和盟只有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固定的词译 分开了 就只是字而不是词了 通过跟小鱼公司的合作 说明你还是能帮上我 在事业上 咱们也可以是宁萌 所以 咱们不能分开 那可真得感谢叶晓鱼了 想想这事吧 还真是晓鱼儿帮的忙 那就找个机会 一块儿坐一坐 让她把她的夫人带上 咱们一起对她们表示表示 好 我来打电话约她们 好 好 喂 方总 今天啊 那个 我可能得回去请示请出我们家领导 那你等我电话吧 好 再见 喂 怎么了 什么问题 好 我马上过来 喂 喂 姐 你今儿过来吗 今儿早上我妈还问呢 好啊 正好我今天也没什么事 叶晓鱼最近表现怎么样啊 少跟我提那条臭鱼 她让别的女人搭车的时候 这火还没下去呢 她又惹出一大麻烦来 她又怎么了 她竟然敢背着我跟别人借钱 而且一借就是十几万 她干嘛借那么多钱呀 她二叔跟她爸借来着 说是要送小鱼她弟弟出国上学 她弟弟出国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 你们又是车贷又是房贷 自己还欠着债呢 还借那么多钱 这不成为打重脸充胖子吗 可不是嘛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搭车的事还没跟她好好理论呢 她又冒出一件破事来 这要不及时教育 以后指不定再闯出什么祸来呢 姐 你把她叫到我们家来 我们得好好说说她 嗯 行 就这么说定了啊 我这就给她打电话 我先跟我妈说说这事 还反了她了 进来 小龙 有人找 你好 高老师 快看看合同 什么合同啊 你的小鸟软件的出版授权合同啊 你的软件很快就要出版问世了 太好了 那这个软件的所有权 也不应该只属于我一个人呢 这个软件当然就是你一个人的 你当之无愧 这 行了 别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赶快看看合同吧 这是出版单位用的 通行的授权合同范本 不一定适合你的个人全部情况 你还是仔细地看 以免以后留下什么遗憾 嗯 您看过了吗 我是看过了 可是我代表不了你的意思 您当然能代表我了 如果没有您的帮助 怎么会有今天 这样 您俩先聊 我帮小罗看看 谢谢您 刘姐 高老师 这边请 好 好 高老师 您帮了我这么多忙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我应该向您表示感谢啊 是吗 行 那你就请我吃饭吧 我已经请了您两次了 都被你推辞了 今天就让您请我怎么样 今天 今天 真不巧 我已经跟我姨妈约好了 我得回家吃饭 这个 改天吧 改天我一定好好请您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看来不管是我请你 还是您请我 我们俩注定很难坐在一起吃饭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 这样算我欠您的 以后一定补上 没关系 先欠着啊 喂 梁领导 什么指示 姨妈让咱俩今天下班以后 回一趟家 真想给你打电话呢 你知道 就那个跟我们公司合作的那个方总 就想今天请咱俩一起聚一聚 方总 我又不认识 我去干嘛呀 你见了面不就认识了吗 你答应人家了吗 没有 我这不说了吗 我想请示一下我们家鸟领导 那就再约个别的时间吧 我都已经答应林林了 不是 那什么 你是不是已经答应别人了 没有 没有 那就这样说定了 下班以后直接去我姨妈家 好 方总 今天家中有事 改日再聚 抱歉 菜单 干嘛呀 你呀我过去干嘛呀 走走 走走 我们家领导呢 你先别问我姐在哪 关门 把钱换了 走 我有话跟你说 走快一点 你坐哪儿 坐啊 叶小鱼 你什么时候再去打网球啊 明天 怎么了 我也想学网球啊 你帮我报个名吧 就在你班上学 以后打球的时候 去我自己去 回来的时候 你就先把我送到这儿来 然后你再回自己家 成吗 这个 我等鸟回来我跟它商量上了 这事还要跟我姐商量啊 那当然也商量了 那万一跟接鸟送鸟 不过发生冲突 我得先显示我们家鸟啊 我当然不会跟我姐争了 以后我姐要用车的时候呢 我自会消失 我姐不用的时候 你就得听本小姐调遣 明白了吗 这合着我这车 没一天空着呀 当然了 就是为了不让你的车空着 你这话里有话呀 什么意思啊 这还不明白 省得别的女人老是打你的车 你跟这儿等着我呢 这么说你想去打网球 就是为了看着我 猜对了小强 加十分 不就有人搭了回车吗 多大点事啊 这 我跟你姐那边已经解释清楚了 你姐那儿的邪火刚下来 我跟你说啊 你可别煽风点火火上焦油的啊 你没听说过那么一句话吗 真别是大的窟窿 抖大的风 以学可愧千里地 你没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 身正不怕影子斜 脚正不怕斜子歪 你还有理了 行行行 我不跟你说 你们娘娘厉害我知道 这事咱谁也别说了 过去了行吗 不说可以 你能保证以后 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吗 能 能 行了吧 好 我就相信你一回 那还用我帮你报名吗 你要是能保证的话 就先不用帮我报名了 我这轮呢 就先谈到这儿 下面跟我妈了 不不不 你妈 你妈谈完还有吗 有啊 我们一起谈啊 嘿 你们这三堂会审哪 妈 妈 该你了 你妈 坐 我还是不坐了 我还是不坐了 小鱼啊 今天姨妈想跟你谈的 不是你让人搭车的事 那种事情只要你不主动 别人是钻不了你们空子的 今天姨妈想跟你谈的 是你背着青鸟 跟别人借钱的事 这 你们要对我恕罪并罚呀 这还不是赖你 你好心好意呀 你善解仁义呀 你全心全意呀 行了行了行了 灵灵 你别跟我别成语了啊 我还是听姨妈交道 小鱼啊 家里边的事情 不管你因为什么 只要你不跟青鸟商量 背着她 她就会感觉不安全 一个女人嫁给了男人 如果连点安全感都没有 你说她这心里能安稳吗 尤其是借钱欠债 这种事情是让女人最忌讳的 这是会让女人觉得 心里头没有底 女人心里要是没有底 她对你就会分着心 你知道女人分心会是什么样吗 女人要是分心呢 她就会 越来越敏感脆弱 就会越来越 疑神疑鬼 就会越来越 恍恍惚惚 就会越来越小题大做 就会越来越 一造一梦 就会越来越 要是真是到了那一步啊 你们这小两口 离分手也就不远了 姨妈 谢谢您提醒我 您放心 鸟在我这儿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跟鸟永远一条心 我绝不会让您担心的事情发生 我保证 那好 姨妈说了这么多都是为你们好 我真是不愿意你们还走我走过的老路 当初啊 妈 你又当初啊 姐 下来吧 妈 姨妈 娘啊 来 坐姨妈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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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妈该说的话 和小鱼都已经说完了 好 你们俩之间想说的话 回家以后你们再慢慢说 好 就别当着我了 干吗呀 我还想听啊 你还早着呢 别大岔 姨妈 您放心 您的嘱咐我全都记住了 回头我跟鸟儿再好好聊聊 一定让您彻底放心 姨妈就知道小鱼 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 你可真会来事啊 鸟儿那咱们现在回去聊聊 你想聊就聊啊 那你还想怎么样啊 我等了半天了 我饿了 我就知道你饿了 姨妈把饭菜早就准备好了 那咱们开饭 您这是要干吗呀 在姨妈家不是说了 咱俩回来得好好聊聊吗 先聊会儿 行啊 聊呗 您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 那咱开始 我承认 那两件事是我的不对 等等等等 哪儿不对了 搭车的事 我不应该不跟鸟领导说实话 借钱的事 我不应该背着鸟领导 现在很多男人通行的做法就是认错快改错慢 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杨凤英维 坚决不改 你是不是也打算这样啊 哪儿是这话呀 鸟儿 其实我心里有些话早就想跟你说了 你想跟我说什么呀 鸟儿 咱俩原本是陌生人 因为爱 咱俩才从陌生人变成了两口子 我想说的是 谁跟谁打咱俩都不能打 为什么呀 因为咱们是两口子 咱们建立了一个家 一个这么可爱的鸟巢 咱们应该把这个鸟巢好好地经营下去 让鸟巢成为我们这辈子 一想起来就感到骄傲的地方 好吗 当然好了 可是 不许你老惹我生气 那这样 咱以后立个规矩 不管遇到什么事 先别生气 就像我们家墙上挂的那幅字 莫生气 谁也没事老爱跟你生气了 都怪你 老气我 好了好了 话说开了 你也不生气了啊 预备 开始 不生气了 哪有那么快说不生气就不生气的 好 好 好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今天高老师去学校了 拿出一个软件出版授权合同 小鸟软件不久就要问世了 真的呀 那太好了 热烈祝贺鸟领导 那咱找个时间 咱俩一起请高老师吃个饭呗 那当然了 高老师帮你那么大忙 肯定得请他吃顿饭 表示表示谢意啊 但这个吃饭 你自己去就行了 我就不用去了吧 你不去啊 我跟人家又不认识 难道你不在意 我单独和男士一起吃饭吗 这话得这么说 要是一个把你老公当透明的 然后对你死缠烂打的主 我不光会在意 而且会毫不客气 可高老师不是那样人啊 他是谁啊 他是你老师啊 他给予你那么大的帮助 你为了表示你对他的谢意 单独请他吃饭 这是件好事啊 结果我还在一旁 特在意特那样 那我成什么人了 老婆 放心去 老公 你真的是 越来越讨厌了呢 老婆 我也有一个 虽然比不上你的消息好 但是也还算一个不错的消息 少拼 快说 什么好消息啊 赵总 今天 找我谈了 说总部委托他跟我谈 公司近期会提升一个业务副总 听你这话 你们公司不久就有一个业总了 副总 副总 祝贺你呀 业副总 听你这口音不是很高兴吗 老公 当了副总以后 你这身份地位好像就不一样了 我知道了 鸟领导要祝福我的话是 谦虚谨慎 接着说 解销 接躁 接着说 鸟领导永远是我的领导 还有呢 还有啊 没了 你再好好想想 小的明白 鸟领导的领导意读了 当了副总以后 接人待物更要谨慎 尤其是在跟异性 发生接触的时候 更要注意分寸 不能让鸟领导操心 担心 犯心 累心 分心 废心 这下鸟领导可以放心了 这还差不多 看你表现啊 好嘞 真乖 两位小姐请点菜吧 我们还有一位朋友没到 一会儿点的时候叫你 行吗 嗯 好 姐 你今天要请的是为什么人啊 我培训班的老师 这次软件出版的事 全靠他帮我 请你们老师 你干吗非得让我来啊 我又不认识他 除了叶小鱼以外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男士 单独吃过饭 不让你陪我让谁陪啊 你跟他 你不会是为了日后 跟叶小鱼能说得清楚 让我蹬蹬泡吧 你别胡说八道啊你 我让你来陪我 就是不愿意 万一有人看到以后 传到叶小鱼耳朵里 让他不高兴 你还不乐意 不乐意 你走呗 我不就是问问嘛 你要是真跟他有点那个什么 我还得跟你保密呢 去你的 我才没想跟他那什么呢 那你跟他吃饭 姐夫知道吗 知道啊 当然知道了 我早就告诉过他了 他呢 他怎么说 他说这事件好事 人家高老师帮了你那么多忙 你请人家吃顿饭是应该的 他不会在意的 你们俩现在这么高级呢 那是 行 订我 高老师 我没来吧 妈 没有 没有 好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表妹 伶俐 这位是高老师 你好 高老师 你好 坐坐 坐吧 嗯 好 停 来 集合 好 我们今天就训练到这儿 各位学员还要继续努力 没什么事的话 解散 谢谢教练 谢谢陪练 嗨 陪练 坐 呀 又来新活儿了 我已经跟你们赵总打过招呼了 他说这件事直接问叶副总就行 别别别别 别这么撑火 不习惯 这文件加上都是你的香水味 真够窜的 是吗 你自己身上的味你当然闻不出来了 不管你说 打球的时候这股味都一顺一顺往我这儿飘呢 寻找你了 那倒不至于 我已经习惯了 这味道跟我们家鸟用香水好像是一个牌子 看来我跟他一样的地方还挺多的嘛 对了 那天方妮给我打电话 说说一块聚一聚 结果青鸟她姨妈非得让我们过去一趟 太不巧了 回头你见着她 你跟她说是不好意思啊 下回我做东补上 行啊 你定吧 这么长时间了 我还没见过你们家青鸟呢 我得事先铺垫铺垫 免得她感到突然 你心可珍惜 你们家青鸟有福气啊 嗯 她是挺有福气的 能定吗 什么时候去啊 我还是得请示一下 真乖 那行吧 我带你电话 行 你怎么走啊 刚才过来没看你车 我的车让人给蹭了一下 正休着呢 你走你的吧 我打车走就行 那多不方便 要不 还是我送送你吧 好啊 那是不是以后我来做陪练 都不用开车了 你紧张什么 我开玩笑的 好